三高是現代人常見的文明兵 寵物食品和零食也可能造成毛小孩 高血糖、高血脂、肥胖等問題 大大學要用植物保健學習和懸置國際寵物科技有限公司 把俗稱紅鯉的台灣鯉應用在寵物食品上 經過兩年研發成功開發出 智慧型低升糖指數寵物和方保健食品 紅鯉添加到一些所謂的他們產品裡面去開發一系列產品 目前有包括一些所謂的洗毛巾 還有包括一些所謂的飼料還有夾牙棒 都有添加紅鯉經過處理或萃取後的一些成分 發現添加完之後在一些寵物的測試結果裡面 或是他們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結果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玄智國際寵物科技總經理林靜智表示 台灣寵物食品一年超過300億的產值 但台灣的寵物食品多數養來進口因此價格偏高 所以特別委託了大學協助研發低升糖指數和方寵物食品 目前已經完成解芽谷、飼料、鑽頭、肉條、肉塊等商品的研發 其中解芽谷已經上市 紅鯉配方不只是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 還能改善毛色脫落、口臭等問題 客人的回購率超過20% 紅鯉添加在我們產品上 我們目前已經開發大概有8隻的商品 那開發之後市場的回購跟消費者使用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回購率讓我們的商品銷售大概增加20% 參與研發的同學阮寒寧說她本身養了4隻狗 狗狗就像她的小孩一樣 紅鯉狗飼料富含優質蛋白 有助增強寵物的體力而且物美價廉 照顧寵物健康同時也照顧氏族的荷包 讓大家不用花大錢也能買到高品質的飼料 很開心跟老師一起在實驗室研發有關寵物的食品 我研發完之後帶回去給我家的寵物吃 他們都吃得很開心 現代人講究養生飲食這股養生風同樣吹進寵物食品裡 紅鯉結合寵物食品不僅美味營養兼具 也讓毛小孩吃得安心又健康